脑中风是国人常见的疾病之一 根据研究资料显示了 中风发病三小时内 如果经由静脉施打血栓溶解剂 可以增加33%的复原机会 西北市卫生局提醒 发现有人突然发生中风时 把握黄金三小时 请立即拨打119 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 给病患更妥善的照顾 脑中风高居国人十大死因前三名 每年夺走一万三千多条宝贵人命 也造成一万七千人生活失能 必须贪祸在床由他人照料 这样的闪铃杀手实在是心乎不得 脑中风是平常我们都会经常接触到 家人看到这种状况 你二话不说 马上打电话给摇摇酒 有人家还是在心存观察 这到底是不是 你不是专业 你只要有这种状况 我一直建议 尤其老人家赶快受 尤其在这种温差 他在变化的季节上 他在寒冷室 一早起床的时候 看到你就要复杂了 你别在那边犹豫到底是不是 若身旁亲人发生中风的当下 民众应立即使用FAST的检测方法 观察患者脸部是否嘴外眼斜 单侧手臂是否无法举起或是口齿不轻等症状 若确定为脑中风应立即拨打119 由专业医护人员利用救护车内的专业仪器来帮忙 119到达现场之后 会帮这个病人做评估 他评估的情绪 会透过我们已经建设好的电子 这个网路平台送到医院端 所以医院端可以在病人到达医院之前 就已经知道这个病人的情况 对付脑中风 新北市卫生局建议民众应把握黄金三小时 并立即拨打119 目前新北市境内有8家急救责任医院 有完整的设备可在事情发生当下 给予病患最妥善的照顾 记者方建凯 戴华 新北市采访报道